原飙晚年生活,简直献煞旁人。怪不得不演电影,原来去影响天年了。 早年的香港明星中,现在还活跃在荧幕中的大咖,例如红金宝、成龙等,曾经能跟俩人平起平坐的原飙却很少看见他的身影了。小编翻阅了一下原飙的资料,才知道,原来这祸去影响天年了。看看原飙晚年生活,简直献煞旁人。 怪不得不演电影了。 原飙今年61岁,早年的原飙跟红金宝跟成龙成为铁三角,随着年龄越来越大,体力就越来越跟不上,红金宝基本上胖得都快没人情了,成龙还在奋斗在一线,原飙基本都是在家陪老婆了。 原飙有缘一女,女儿在2015年出嫁,那场婚礼简直是大咖云集。 曾志伟,卖家,成龙,红金宝,张学友,钱小豪,王精等等的,基本上香港的大咖全都到了。这场婚礼真的算是娱乐圈里明星阵容最豪华的一个吧。可以看出原飙的人气跟人脉是有多广。 原飙早年拼搏下的家产基本上已经花不完了,在家长年龄大了,原飙就慢慢淡出了荧幕中。 早年的原飙被评为拼命三郎,现如今的原飙年龄越来越大,早年的那些后病都慢慢发作了,现在的原飙主要就是在家陪陪老婆,修身养性,估计在坐等当爷爷吧。 自从2012年拍摄完永春传奇后,原飙选择了隐退。 这是2017年的一张照片,可以看出原飙保养得不错,看起来不像60岁的老人,更像40多岁的大叔,就这身材颜值,现在去当个小鲜肉也不错哦。也不用那么拼命。哈哈哈哈。 现在的原飙属于隐退,希望可以看到红金宝、成龙、原飙三个人在同台演出。这三个人留给大家的回忆太深了。 于1957年出生的原飙出生于香港,早于7岁时就已向于战元拜师学习京剧,排名在林郑英、红金宝、成龙之后。 10岁起就以同兴身份参与电影演出,学过永春拳。 1970年代元标曾参与李小龙的《金武门》、《龙争虎斗》以及《胡金拳池导》的《中猎土》,也曾参演邵氏的《天涯明月刀》、《流青蝴蝶剑》、《三少爷的剑》等古装武侠片。 1979年代元标,从金武皇之后avored被决聚的《与真的 cowboy的镜 вел人》 在港产片《清旺》的年代,元标常追随师兄林郑英、红金宝、成龙拍片。 1979年他主演由红金宝指导的—《匣家小子》、一举成名。 此后他继续与三位师兄合作 相继出演林世荣,1979 师弟出马,1980 败家仔,1981 A计划,1983 快餐车,1984 江诗家祖,富贵列车,1986 东方秃鹰,1987 飞龙猛将,1988 等等 1983年为起谋妙季武福星设计动作,获第三届香港精像奖最佳动作指导奖 他曾经创建独立制片公司,1992年指导并主演了西藏小子 他出席过联合国儿童筹款活动,和穷王比利,哥巴契夫同台,去玩赛车派对,和敬腾珍艳抖车,去日本宣传快餐车,在舞蹈馆表演,和成龙,红金宝三师兄弟每人唱一首歌,全场爆满 近年他曾参演《无限剧集》,也为多部动作片出任武术指导 参考来源